见到第一线,第3238章,《命和起源的秘密》,九丈范围的涅槃池内,水浪翻涌,雾矮缭绕,遮蔽一时查探,只能隐约看到,那涅槃池深处有着一缕缕神秘的绚烂光雨,若隐若现,像五彩缤纷的鱼裙在深处游翼穿梭,忽隐忽现,除此,还有一株像燃烧起来的虚影,像生根在池中的莲花, 又像一株小树,蒸腾着如火燃烧的光焰,可无论是那些绚烂的光雨,还是神秘的小树虚影,都无法看清楚,因为那涅槃池内,翻涌的禁食涅槃之力,成混沌般的光泽,遮蔽一切意识感知 小简说,涅槃池便是涅槃命土最神秘的禁区,也是命书第三页最不可测的一处密地,当年他假死而生的秘密,就藏在这涅槃池内,也不知他当初在这里,究竟发现了怎样的玄机 苏义端向片刻,终究是,撑不住那无所不在的压迫力量,盘歇而坐,开始修炼起来 他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在整个涅槃命土中,唯有涅槃池附近的涅槃之力最为雄厚磅礴 而他打算试试,能够再次修炼,进一步感悟到涅槃池中的秘密 时间匆匆流逝 仅仅三天后,苏义就放弃了 一是没有参悟到,任何和涅槃池有关的玄机 二则是汲取和炼化的涅槃之力太多 整个心境有一种宝张欲裂的感觉 再这样下去,反倒过犹不及,会让心境受损 可惜,苏义退到了远处 望着那被雾矮覆盖的涅槃池,很是遗憾 当年的削减,肯定也和自己此刻的心情一样 有一种宝库在前,却无缘得入的无奈 以后有机会就来走一走 哪怕拿不下涅槃池,也能多炼化一些涅槃之力 苏义摇了摇头,转身去 很快,他沿着原路来到了那座小土丘前 看到了那条黑狗 对方的脑袋,尼尔巴基摊在地上 眼神涣散,像条生无可恋的死狗一样 哟,这不是眼高于顶,目中无人的新命观吗? 怎么有空来见本作了? 黑狗冷笑,态度又变了,不再谄媚,满脸都是讥讽 苏义笑了笑,道 那我走 黑狗蹭得抬起脑袋,怒道 你走就走,管老子什么事 那我可真走了 苏义转身就走,那叫一个干脆 黑狗不禁一呆,破口大骂 老子算看出来了,你才是真的狗 哎,真走啊 快回来 你就不想知道,小姐是被谁弄死的 黑狗扯着嗓子一阵大叫 以后你通往命运主宰的路上 肯定也会被削减那些大敌弄死 你就一点也不担心 眼见苏义身影越走越远 他脸色一阵变幻 呼得又谄媚哀求道 命观大人 小的错了行不行 你若就这么走了 小的飞溃就死不可 苏义这才笑明你转身 给你个机会 告诉我,有关你的来历和事情 顺便说说,你和萧简的关系 若配合,我不介意和你好好聊一聊 若不配合 我保证以后再不会来见你 黑狗心中气得破口大骂 什么玩意 还让本座配合 当年萧简有求自己时 也得客客气气地奉承一句狗爷呢 可在嘴上,黑狗却满脸堆笑 谄媚道 命观大人放心 小的保证配合 苏义席地而坐 说 黑狗吻了吻心神 脸去笑容 一脸深沉道 实不相瞒 我来自命河起源 本是诞生于先天混沌中的一尊神魔 正到于有着混沌第九动天之称的扶摇台上 位列十大神魔主宰之中 在命河起源 世人皆尊奉我为吞天主宰 说着 黑狗高昂头颅 眼神中尽是僻拟 声音低沉而威严 想不想知道 我巅峰时的地位有多高 这么说吧 在命河起源 除了那五个成为天前者的混沌出组 其他之辈 皆不入我的法眼 身为命官的萧简见到我 也得毕恭毕敬地唤一声吞天大人 说着 黑狗摇晃着脑袋 凯然溃探道 当然 些许往事罢了 完全不值一审 等你核实到了命河起源 自然清楚 我眼下所说 非但不是吹嘘 反而太谦虚了 苏宜 这世上还有能这么吹嘘自己的狗 以萧简的性格 又怎可能对一条满嘴不着调的黑狗 毕恭毕敬 还尊称吞天大人 必然是瞎扯淡 不过 黑狗话中透露出的一些事情 还是引起了苏宜的兴趣 比如混沌第九洞天扶摇台 比如五位天前者 这是苏宜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至于萧简和本座的关系 倒也简单 他乃是命官 被命河起源的五位天前者 视作必杀目标 曾一次次采取行动 欲彻底除掉萧简 黑狗呼得神色一素 而萧简和本座有缘 甚得本座欢欣 眼见他被欺负 本座 岂有袖手旁观之力 虽说那五位天前者 是命河起源的主宰 可以只手遮天 本座也不是吃素的 说到这 黑狗神色傲然道 最终 本座以旷世无双之大气魄 逆天罚道 成功挽救了萧简一命 当时在命河起源 此事轰震天下 世人颤抖 到处在颂扬本座威名 眼见这狗东西 甜不知耻的 又在吹嘘他自己 苏宜实在忍不住打断道 可我怎么听说 你曾被毁掉性命本源 只剩下一缕性灵气息 是萧简救了你 黑狗一呆 旋即一声轻笑 不屑道 你懂什么 本座当年为救萧简 才会被五位天前者联手围攻 以至于差点遭难 萧简作为命官 为我做点事 不是应该的 苏宜盯着黑狗看了半上 心中感慨 这狗东西实在太能吹了 只要烧给他一点好脸 他就敢吹上天 什么吞天主宰 完全可以叫吹天主宰 能把天吹破那种 难得的是 这狗东西还一点也不害臊 总之 本座对萧简有知欲之恩 点拨之恩 救命之恩 庇护之恩 而萧简也很幸运 能够和本座多次共患难 独享本座青睐 黑狗说着 叹了一声 神色怅然道 哪怕已很久不曾见到他 也猜出他 以后再不会回来 可本座心中游子放不下他 想着以后脱困之后 去为他报仇 讨要一个说法 说吧 黑狗破天荒地沉默了 呆呆地望着远处 眼神深处 有着一抹抑制不住的哀伤和失落 之前说那些话 当然以吹嘘的成分居多 可这一刻 他是真的想念萧简了 那个仗剑而行的读书人 虽然也喜欢喝酒吹牛 可在大事上 却从不曾含糊过 一身疯骨 震瘦骨鸡 命和起源之地 哪个敢诋毁 哪个敢诋毁这一点 没有 苏毅看得出 黑狗情绪很低落 反倒是对黑狗的印象 改观不少 想了想 苏毅到 聊一聊命和起源的事情吧 黑狗倒也没有扯皮 和苏毅对谈起来 时间流逝 随着对谈 苏毅渐渐了解到了 和命和起源有关的许多事情 命和起源的祖地 有一方自混沌初期诞生而出的起源道虚 起源道虚 有四大天域 每一个天域 各有不同 有的天域寸草不生 生机枯竭 大道不存 有的天域早在混沌纪元最初时 就有无数生灵 在其中繁衍生息 有的天域完全由混沌神魔演化的古足掌控 有的天域可媲美大千世界 囊括诸般修行之路 万道并立 道统如云 繁荣鼎盛 但 起源道虚真正的核心 只有一个 命运天域 四大天域之首 命和起源真正的源头 以前 苏毅也曾想过 命和起源该是怎样一个神异的地方 却唯独没想到 那地方竟如此之浩瀚 甚至 完全出乎苏毅意料 按照黑狗的说法 在命运天域 有着世间一切修行大道 从最低处的凡夫俗子 到最高处的混沌出祖 全都能见到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修行流派 不同的修行文明 皆在其中严存着 和命运彼岸的三座道虚不同 命和起源的命运天域 代表着自混沌纪元诞生以来 一切大道的源头 简单而言 一切大道的起源 皆可以从其中找到 同样 属于命官的命运主宰之路 也只有在命运天域中才有 当然 其他三座天域 也各有独特之处 比如造化天域 由混沌神魔一脉演化的古族所统治 被视作命和起源第一进去的混沌解海 就位于其中 比如森罗天域 虽然是一片生机枯竭的地方 可也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天下十二动天之一的森罗动天 就位于其中 由一位天前者执掌 了解到这些 苏义才终于明白 为何命运彼岸那些始祖级道统 在进行火种计划时 会把盐存道统香火的目的地 选择在命和起源 你呢 作为新的命官 我还不知道 你姓甚名谁呢 黑狗呼的开口问询 苏义正在消化和命和起源有关的事宜 随口道 我名苏义 削减是我前世 黑狗眼珠猛的瞪的滚圆 目瞪狗呆